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卧床者不是你娘 宋朝太祖开宝年间 冀州有个穷苦小伙和娘亲相依为命 小伙名叫袁大宝 这一看就不是个正式名字 确实 袁大宝小时候苦命 三岁时父亲去河中捕鱼 但却滑落河中淹死 母亲尘是悲伤欲绝 每日里哭泣不停 因此落下了眼疾的病根 丈夫去世时 陈氏才二十二岁 可妇人性子刚烈 改嫁这种事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人带着儿子艰难苦熬 孤儿寡母 陈氏的苦渴想而知 一些贤汉没事时 还想在言语上占些甜意 陈氏忍气吞声把儿子养大 一个妇人家带着个孩子 自然没有什么心思去取有寓意的名字 大宝就一直叫了下来 从袁大宝十四岁开始 再没有人敢随便跟陈氏开玩笑 占甜意 因为袁大宝生的壮食 家中虽然缺吃少穿 可他却一身蛮力 十几岁就如大人的魔高 谁想嘴上占甜意 可是会被他在身体上暴揍 按道理说 陈氏好不容易把儿子熬大 以后指望儿子就行了 可是这袁大宝并不让陈氏省心 因为这孩子学会了偷金摸狗 赌博玩耍 愁得陈氏每日苦劝 袁大宝却转脸就忘 一晃 袁大宝长成了二十五岁的大小活子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离奇之事 袁大宝身体强壮 平日里话不多 由于自小家里穷 染上了偷金摸狗的毛病 他这个人只偷富人家 穷人家的东西不动 村里人倒也不是太烦他 由于经常干偷金摸狗的勾当 自然也会结交这类的朋友 一旦偷到就必定懒惰 懒惰什么也不干 就需要找别的来消磨时间 所以这帮人大多热衷赌博 袁大宝经常跟这些人接触 自然也染上了赌博的坏毛病 这一日天江黑时 他把娘亲服上床 又给娘洗了洗脚 让娘先睡 陈氏自小把他养大 他想干什么和干了什么 当娘的能不知道吗 所以陈氏伸手拉住了他 大宝啊 你这是又想去赌钱 还是想去偷东西 袁大宝生的壮实 而且毛病颇多 但他这个人孝顺 对娘的训斥从来不敢反驳 有时候陈氏急了要打他 他小时候会跑 娘亲追不上自己 气也就消了 后来长大 他也不跑了 娘亲要打 他便把脸凑过来让娘亲出气 陈氏恨他不成才 但又怎么舍得真打 每日里矛盾焦虑 袁大宝每次都安慰他 说自己会改 但一直也改不了 听了娘的话 袁大宝赶紧说道 娘 大宝不是去偷 也不是去赌 而是想找个营生 他这种借口 都骗了娘亲多少次了 陈氏叹了口气 您知道儿子是骗自己 可是他还是期盼着 儿子能够幡然悔悟 是真找营生去做 待娘睡着后 袁大宝出了门 他哪里又是去找营生呢 就是为了出来赌博 每次赌博 他都会晚到 因为他要在家里 把娘亲安置好 这人有千般不好 可是知道母亲 把自己从小养大太难了 对娘亲是孝顺非常 只要娘不难过 吃他肉 他也不会犹豫 一上赌桌 他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两眼通红 吆喝不停 显得极为兴奋 自古以来 赌徒都有一种心理 那就是输了想捞 赢了想赢更多 所以反赌 必定时间长 袁大宝有输有赢 不绝一夜时间过去 等到抬头时 发现天已经不知道亮了多久 他懊恼拍了拍自己脑袋 将紧剩的钱收起赶紧回家 一夜不回家 回去后又得被娘亲数落 他暗暗后悔自己没有看天 怎么就堵了正魔酒 出来后匆匆向家里赶 到了路上 却发现有两个人 围着个柴堆在转圈 这两人他认识 是平时的赌办 同时也是兄弟两个 一个叫王大牛 一个叫王二牛 他们两个围着柴堆干嘛呢 过去一看 原来这兄弟二人发现柴堆里 有只黄鼠狼 两人想要捉了卖钱 袁大宝一听也来了进 马上就参与了进去 黄鼠狼里柴堆里瑟瑟发抖 袁大宝感觉奇怪 他这么害怕 怎么不逃走呢 仔细一看 原来里面还有一只小黄鼠狼 怪不得大黄鼠狼不逃走呢 这里有他的孩子 袁大宝愣在了当场 他们要把大的捉走 这小的可怎么办 事已 他让王氏兄弟不要捉了 两兄弟不一 最后他把身上的钱给了两兄弟 两兄弟这才做霸离去 他也转身赶紧回家 边回家 他还想着如何编个瞎话 哄娘亲 不过一顿树落是少不了的 娘 我回来了 他喊着娘进了门 却发现娘躺在床上 神情痛苦 这是怎么了 他吓得赶紧跪在床边看 发现娘脸上有伤 这是怎么了 陈氏有心瞒住儿子 可是架不住他一直问 就说了原因 原来陈氏早上起来 发现儿子还没有回来 知道他又去赌博了 气急的陈氏想要去寻他 可是他自打二十多年前 就落下了个眼疾的病根 眼睛看不太清楚 加上走得急 就在村里撞翻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是村里师婆 马氏的孙子 马氏不依 指着他骂 骂他别的也就忍了 最后还骂他是前婆 陈氏守寡多年 对民生最是在意 一听马氏如此辱骂自己 就跟他扭打在了一起 马氏儿子听到声音出来 把他给打了一毒 袁大宝一听就火冒三丈 趁着自己不在家 打自己娘 马氏这儿子是不想活了 他不顾娘亲劝阻 出门直奔马氏家里 天王老子也不能打自己娘 马氏家里正在吃饭 袁大宝进去二话不说 一拳打在马氏儿子肚子上 疼得他在地上打滚哀嚎 根本站不起来 转头又抓住马氏的头发 温圆了胳膊 对着他的嘴便打 他的巴掌要是用权力 一巴掌能把马氏的命要了 尽管他收着手 可是仍然把马氏的牙打得乱飞 一连抽了十几个巴掌方才停下 马氏的脸肿得多高 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线 袁大宝指着他说道 你骂我可以 你骂我娘可不行 你个阿渣的婆子 还用那般恶毒的话辱骂我娘 这次是有你孙子子在一边 要是没孩子 我非把你嘴给你撕烂 他说完扬长而去 马氏眯成一条缝的眼睛 射出怨毒的光 对儿子狂吼 报官 报官 袁大宝回到家后给娘亲做了饭 等娘亲吃完时 有兵丁上门 袁大宝打人智商 被抓了 陈氏吓得手足无措 只能在家里痛哭 没出一天 连惊带下 他就病倒在了床上 这种打架的事 原本可大可小 袁大宝打伤了人 他打了马氏和他的儿子 可同样 陈氏也被马氏的儿子给打了 且是他们打人在先 两方都有人受伤 尽管马氏死咬着袁大宝不放 可最后这事儿还是不了了之 陈大宝被冰冰抓走五日后放了出来 虽然是放了出来 可有一样 他保证再不去打马氏家人 马氏一家也不能再找他家的麻烦 算是被调解成功 袁大宝跟铁人似的 这五天对他造不成任何伤害 他也混不在意 可是陈氏却受了惊吓 加上心中委屈 明明是他们骂人和打人在先 怎么就把自己儿子给抓了 妇人想不通这些 连带着害他病得挺严重 按道理说 他这属于心定 害怕儿子被抓后放不出来 害怕儿子在里面受苦 一大儿子放出来 他就该定欲 可是他并没有 仍然卧病在床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 陈氏一个人带着儿子二十多年 连大宝小的时候吃得多 陈氏都是自己不吃让儿子吃 一个妇人家 看着别人家全家 自己家却没有男人 他心里苦 心里苦就会生嫩气 连恶带生气 他身体状况原本就非常差 此番又惊吓又委屈 引发出来的病 并不会因为原大宝回来而痊愈 原大宝心疼娘 可是小伙子不知道怎么能让娘好起来 整天急得团团转 还不敢在娘亲面前表现出来 天天寻医问药 郎中也看了 陈氏这病属于酒机 想要好起来却病没有那么容易 开的也都是一些寻常安神之物 陈氏吃过后依然卧床不起 眼看药食无力 连大宝开始想别的办法 这种想别的办法 就是找一些歪门邪道的人来看 这是以前穷苦人在没有办法之下的一种方式 属于病急乱投医 而在民间 有一类人就靠此未业 他们声称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有些人的病并不是病 而是被某种看不现的东西给附体了 如果能把这种看不到的东西赶走 病人自然就会好起来 这听着有些无稽 可在没有办法之下 人们就会抱着事事的心理来找这些人看 先前和陈氏发生争吵的马氏 其实就是镇摩一个人 要不然怎么被叫成师婆呢 但陈氏这病因马氏而起 袁大宝就是想找这类人给娘亲看 也不会找他 所以他找的都是别村的人 这些人看过后胡言乱语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他们所说 袁大宝都照做了 可是陈氏的病仍然没有好起来 愁得袁大宝几次哭泣 他一个天不怕的不怕的汉子 除了娘亲大病不欲会哭 别的任何事不能让他掉眼泪 这么个汉子 担心娘亲的病而哭 一点也不丢人 反而感动了一些人 比如事情的始作俑者马氏 要割病在自己身上 袁大宝就算是死了 也不会让马氏看 可现在是娘亲病了 他不敢再硬撑着 既然马氏主动来了 他也没有反对 马氏看了半天 脸色严肃 不住摇头 袁大宝一颗心掉了起来 带马氏出了屋门 他赶紧跟上 问有什么方法能治 马氏面露难色 深深叹了口气说 这并不好治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一听他的话 袁大宝赶紧拉住了他的手 有什么办法能治 上刀山下油锅 我都会去 马氏这时候却一脸神秘 想治此病 需要两步 首先要把陈氏围起来 他不能见风 也不能现外面的阳光 治病期间 袁大宝也不能掀开看 这不难 把床围起来就行 其次就是 袁大宝需要去寻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名叫 浩尔丹 袁大宝听得一头雾水 浩尔丹是个什么东西 马氏解释 所谓的浩尔丹 就是浩子接的丹 这东西跟想象中不同 它不是生在浩子肚子里 而是浩子聚集的地方 地有一处透光地 有浩子会在这种透光地 肯是偷来的东西 它们肯是时会 分泌出一种年夜低落 由于这些东西在阴凉地下 不会渗掉 却又被月光照射 久而久之形成丹蓝 最是阴盛 这东西大小如同浩子的眼睛 所以被叫成浩尔丹 取得此物后 放在温水里化开 让陈氏浮下 其病自然会痊愈 袁大宝听后将信将疑 不过他想试试 所以问马氏什么地方 能找到这种东西 马氏说浩尔丹极难成形 据他所知 在冀州城外有个深坑 坑里应有一处城郭显路 那应该是远古时期 陌落的一座旧城 下面可能有空间 最是容易聚集浩子 机缘巧合之下 也许会有浩尔丹 马氏所说这个地方 袁大宝知道 他没有犹豫 用家中迫不将娘亲的床 为了个密不透风 接着就出发去寻找 马氏嘴里所说的浩尔丹 到了深坑边缘 这个地方他小时候 就和小伙伴们来玩 长大后也经常路过 坑深有三丈 除了下雨时会积水 别的时候墨水 而且就算下雨时积了水 也会很快顺着一个斜洞流入消失 按照人们所说 水之所以消失这么快 是因为下面有巨大的空间 通着地下暗河 水都顺着斜洞 进入了地下暗河 不管多调皮的孩子 都没有进去过那个斜洞 袁大宝自然也没有下去过 如今马氏说里面可能有什么浩尔丹 尽管不太相信 袁大宝还是一无反顾下 坑到了斜洞边上 刚到洞边 就觉得一股腥臭气传出 让人门之欲偶 他把随身火把点着 一头扎了进去 洞斜着向下 并不是太过陡峭 而且里面并不宽敞 他需要弯着腰 等前行了一阵 洞突然变大 他可以直起身子 入眼也看到不少木头碎屑 此后就是漫长的前行 大概有半个时辰后 他发现自己到了一处空旷的空间中 他也不知道自己头顶到了什么地方 更不知道深入了地下多少 由于火把光源有限 他只能模糊看到眼前 远了看不太清 这里气味已经非常难闻 达到了他无法忍受的程度 他用不把自己的口鼻 遮盖起来后眯眼向前看 发现有个木头叠起的高塔 高塔成三角形象上 正上面有微弱的光透进来 他心里暗暗奇怪 马是说这里可能有浩尔丹 可是自己进来这么久 沿途看到无数浩子屎 这里也特别多 脚下几乎都是 但唯独不见耗子 假如没有耗子 又怎么能找到浩尔丹 马是难道在骗自己 这般想着 他并没有打算离开 既然都进来了 他不寻找得清楚 就回去是不可能的 向前走了几步后 星辍气透着不扑过来 他感觉自己几乎无法呼吸时 呆呆望着眼前的这座木头塔 这哪里是一座木头塔 这些根本不是木头 而是一只又一只的耗子 这些耗子在地下叠罗汉一样叠在一起 由于光源有限 加上耗子本是灰色 看着镜像是木头的颜色 而且这些耗子一层叠着一层 一直向上 形成了一个下面底座大 上面越来越小的塔状物 这魔都耗子 何止千万 气味强烈 饶是元大宝胆大 可也被眼前的耗子给惊呆 这是全冀州的耗子 都集中在这里了 瓦是说凡有光聚集的地方 就有可能有耗耳丹 此处上面有光 难道会有 可是这魔都耗子都在这里 自己又怎么找 耗子感觉到了热气 他们开始躁动 密密麻麻晃动 看得人头皮发麻 突然耗子塔开始崩塌 无数耗子 滋滋叫着从上面跌落 到处乱窜 元大宝全身直颤抖 这不是害怕 而是恶心 幸运的是 他有火把在手上 他把火把横在身前来回晃 不让耗子近身 这些耗子四散奔逃 有的甚至从他身上窜过 耗子塔慢慢变小 元大宝看到一个浅白色的珠子 随着耗子的逃散 而一层一层向下掉 在众多耗子身上滚来滚去 他双眼放光 马师竟然没有说谎 还真有这磨个东西 他害怕这颗珠子 被某只耗子吞进肚里 到那个时候 这磨多耗子 自己又怎么分辨 所以他挥着火把 就到了耗子塔边上 耗子一混而散 珠子掉在了地上 他弯腰去拿石 耗子似乎也明白了他的企图 有的甚至直接向他扑了过来 这些耗子想要阻止他得到珠子 他强忍着恶心 一把抓住了珠子 转身就向回跑 耗子们绕在他身边 连叫带窜 他只能边跑边挥着火把 阻止耗子窜到自己身上 耗子是会咬人的 他这时候拿走了珠子 这些耗子好似发了疯 一旦被这些耗子扑上身 他会有眨眼间被耗子分尸 太多了 眼前慢慢出现了光亮 空间也变小 他知道已经进入了最后一段 猫羊猛跑 后面跟随着无数的耗子 带到他飞扑出洞 里面的耗子 滋滋叫着在洞口打转 却并没有跟出来 他慢慢松开手 看着手里的珠子 在洞里味道难闻 而且这珠子在耗子中间 可是此时竟没有半点味道 他觉想不到这洞里 竟然有那磨多耗子 也想不到里面的空间 有那磨大 此地不宜久留 况且东西已经到手 得赶紧回家 扔掉火把 爬上坑岩就快步向家里赶 路过一片树林时 一个黄衣阿婆拦住了他 这阿婆周身黄衣 而且体型消瘦 眼睛闭绿 看着很是诡异 他警惕看了阿婆 一眼就越过 这时候从树后 又出现了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似乎很胆小 唯唯诺诺 公子且留步 他又不是什么公子 长正磨大 可没有人称他为公子 所以他仍然想要走 公子且慢走 难道不想救你娘了吗 袁大宝赶紧停住 不解看着他 这个阿婆怎么知道自己娘亲得病 但既然对方正磨说 他没理由再走 就行了一理说的 阿婆可是叫我 阿婆怎么知道我娘亲得病 黄衣阿婆这时候一笑 拦住公子是感谢公子救命之恩 同时要告诉你一件事 救命之恩 袁大宝十分惊奇 自己什么时候救过这黄衣阿婆 根本没有 阿婆不愿意再说这件事 而是一脸严肃说的 公子进入洞中 抢到浩尔丹 想要用此物救你娘 可是你想过没有 此物大毒 同时 卧床者不是女娘 袁大宝听得十分震惊 这阿婆在说什么 什么叫卧床者不是自己娘 那是生他养他的娘 怎么就不是了 阿婆此时小声跟他说了几句话 他顿时火冒三丈 阿婆赶紧劝住他说道 阎王南就该死的鬼 回到家后 你需这样做 听完阿婆的话 他点了点头 阿婆对他重则道 你三岁丧父 母亲含心如苦把你养大 可是你却偷金屋狗 赌博玩耍 惹得娘亲每日有苦难言 此事过后 再不能如此了 这两样东西交给你 以后好好做人 他寄过东西 发现是一粒药丸和一根千年人参 他赶紧重重点头后 对着阿婆失礼感谢 在抬头时 却发现树林里除了自己 再没有别人 只见不远处的草丛中一阵响动 然后就恢复了安静 此时也顾不上多想 先要赶回去救娘亲 一进院子 他就放声大喊 娘 我回来了 屋里毫无动静 他进屋后 只见床仍然被围得结实 他把手里的浩尔丹套入水中 说道 娘 儿给你寻的一类药 娘吃过后 病自然会好 床上伸出一只手 把碗接了过去 只听里面传出一阵喝水的声音 然后对着白手 示意他出去 他出去后 发现马氏儿子正在外面探头探脑 看到他出来 就对着他招手 他过去后 马氏儿子说他肯定饿了 自己在家里准备了一些饭菜 让他过去吃 他也没有拒绝 跟着马氏儿子去了他家 狼吞虎咽开吃 将要吃完时 马氏笑咪咪出现 热情得很 让袁大宝慢慢吃 他要回屋休息 袁大宝盯着他看了几眼 把最后的饭菜吃完就回家而去 到了家中后 他把围着床的不扯掉 娘亲还在床上沉睡 他坐下安静等着 天黑后 陈氏悠悠醒来 一脸茫然 袁大宝笑咪咪看着他 娘儿给您端水 您可记得 陈氏一看就摇头 傻孩子 娘一直都在睡觉 你什么时候给娘端过水了 袁大宝也不再多说 娘竟然这样说 证明皇医阿婆所说是真实的 自己被马氏欺骗了 这个马氏 当师婆太久 他一定是从什么地方 听说了耗子丹 但是他又不敢下洞去寻找 就趁着自己娘亲得病 骗自己去找 他先说娘亲的病 需要用不为起来 目的是为了让自己 看不到床上躺着的娘 自己去找耗子丹 他却用药让自己娘亲安睡 然后他自己躺了上来等着自己 等自己找到耗儿丹回来 他在里面装成自己娘亲 把那东西喝掉 他让儿子在外面把自己叫走 然后趁机离开回家 这也是自己在他家 见到他回去的原因 这个马氏太过可恶 如果不是半路碰上黄衣阿婆 自己还会被他蒙在鼓里 不过他并不打算把这些告诉母亲 又从身上掏出一粒药丸 这是在半路上黄衣阿婆交给他的 让母亲服下躺好后 他掏出千年人身放在娘亲边上 然后板板正正跪在了娘亲床边 陈氏不解释 袁大宝说道 娘 而知道错了 娘把儿养大 而却偷金摸狗 赌博成性 徒惹娘亲伤心 自此以后 儿痛改前非 再不会做以前的事 也不会再赌博 好好做人 陈氏泪流满面 儿子终于长大了 这让他非常欣慰 他本是心定 此发儿子痛改前非 他的病很快痊愈 他痊愈时 马氏却渐渐定了 时不时发出一声耗子叫 让人听着十分诡异 黄衣阿婆所送千年人身 被人看重后买走 袁大宝用这些钱取了媳妇治了地 一家三口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马氏却在学了半年耗子叫后死去 据人们所说 他死之时非常痛苦 如同一只耗子 袁大宝到老也不知道 在树林中碰到的黄衣阿婆是谁 但他一生都没有打过黄鼠狼 诸位 袁大宝本是苦命孩子 自小父亲忙顾 母亲辛苦把他拉扯大 长大后的他 因为自小缺少父亲管教 学会了偷金摸狗和赌博 他有签单不好 可对母亲孝顺 知道母亲养大他有多么辛苦 这也是母亲没一感觉欣慰的地方 但是他又何尝是只有孝顺这一样好处 王氏兄弟要捉黄鼠狼时 他看到里面还有一只小黄鼠狼 心生不忍 因为他觉得那是一对母子 所以他把自己仅有的钱交给了王氏兄弟 算是买下了黄鼠狼一条命 这说明他是个本性善良的人 反观马氏 平时靠招摇撞骗欺瞒别人 被打后恶人先告状 因此下病了陈氏 借着袁大宝孝顺和心疼母亲的机会 他竟然想出了让袁大宝去冒险 找他一直垂涎的什么破单 他可能是从别处 也可能是听人说过这种好耳单 觉得能延年益寿 为此不惜使计 袁大宝真找到了这某一个东西 他也服了下去 可是那是在耗子堆里出现的东西 周身带有细菌 哪里会延年益寿 能要命差不多 所以马氏也一命呜呼 如此之恶的人性 也算是咎由自取 袁大宝痛改前非 他以前只是有些恶习 不算是坏人 有了阿婆送给的人参 他娶上了媳妇 治上了地 生活还是普通 却也从此吃穿不愁 一生美满 黄衣阿婆是谁 是黄鼠郎母子吗 事实上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虽然有些小毛病 但本性善良和孝顺的袁大宝 用自己的善良换来了美好生活 这不正是您坚常说的善恶有报吗 你们以后看完这故事 我希望可能给您带来收获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再见 再见